嘿,同学们 有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的词汇量不够呢? 意思就是说 你会不会觉得你想不到字 或者是你会得字很少呢? 不用担心 我们今天呢,在Buku Aktiviti Mukasura Limabulo Ernak 一起来学习六个生字,好不好? 大家好! OK! Mukasura Limabulo Ernak Tulis Dari Hari Ini 来,写今天的日期哈 那我们呢,今天的活动是 Tulis Pergata Andan Frasa Yang Di Imlaq Kan Imlaq的意思呢,就是墨写啦 所以我们就学习这六个生字过后呢,我们就一起写下来 那今天我们以讨论的方式来写下来啦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 我觉得大家都会把这个是脚踏车来的,对不对? OK 嗯,我帮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自行车 自行车呢,太容易了 叫做巴西高 是的,就这样简单 我们会第一个生字了 自行车就是巴西高 OK 那现在呢,这是一个 一个告示牌,对不对? 那这个告示牌就可以看到 诶,有 可能是有老人啊,或者是小孩子经过的这个 告示牌 OK,那什么是告示牌呢? 它叫做巴巴蛋蛋打 好,很快的,我们就学到两个生字了 第一个是巴西高 第二个是巴巴蛋蛋打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非常的简单哦,就是红绿灯了 OK,那很容易 马来文的红绿灯呢,灯是 烂布 OK,那这一个红绿灯呢 是不是告诉你 诶,轻灯就要过马路 就可以走了哦 红灯就要停下来 是不是? 那它是一个指示 告诉你,诶,你现在应该要怎么做 那指示呢,是 所以它是一个指示你的灯 所以在马来文呢,就是 Lambu Isharat OK,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把它记起来,好不好? OK,那记起来了啊 那接下来呢,第四个呢 就是交通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罗里,对不对? 罗里呢,马来文是 Lorry 好,英文也是Lorry 马来文也是Lorry OK,车呢 Gareta 那这一个呢 可能是巴士来的 巴士 其实还有脚踏车啊 巴士高啊 自行车 还有摩托车啊 这些全部呢 都会帮你从一个地方 去另外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呢 叫做交通工具 马来文叫什么呢? 马来文叫做 庚德拉安 OK 庚德拉安 交通工具 英文叫 OK 好,很快哦 写到四个字了 那第五个字 嘿呀 它在做什么呢? 它的动作呢 在过马路 对不对? OK 过呢 叫做 Lintas 过 马路 叫做 Jalan Raya OK 它过马路 那给大家一个额外的词汇量啦 你们看到这边有一条线 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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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过马路的一条线 一条线呢 叫做 Lintasan Belang OK 英文叫做 Zibra Crossing 那 在这里呢 叫做 Lintasan Belang 如果你要把它形成更长的一个词汇 一个句子的话呢 可以说 Malintas Jalan R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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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句子 很简单哦 来 我们看第六个 第六个在做什么呢 他要上巴士 对不对? 好 他要坐巴士 上巴士的话呢 Malintas 就是坐巴士 或者是上巴士 巴士 Bus 那这个Bus呢 是在学生的 就是学校巴士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 Sekola Malintas Bus Sekola Yes 很快的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这个练习了 来 缩小 大家看看 我们来做一个复习啊 Busicao 自行车 Papan Panda 高师牌 来 Lampu Isharat 红绿灯 Kendera 安 交通工具 Malintas Jalan Raya 过马路 Limpa San Berlang Gebra Crossing Malinti Busicao 上巴士 或者是 坐巴士 好的 现在如果你已经把它提起来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盖起来 然后再复习多一次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确定这些绳子 有没有进你的脑了 好的 就这样 你学到了吗 如果你想学到更多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看一看哦 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让大家一起学到 你也可以subscribe和打开小铃铛 你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最新学习影片哦 就这样下个影片见咯 Bye